哈囉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做安裝分享的是 現代Eletra的MD 這個算是現在最新款的應該叫AT 這個算是AD的前一代 那在台灣這台國產化之後也賣得非常非常的好 這個是原廠拆下來的 本來是原廠的避震器 這些有一些配件 譬如說它原廠的上座部分 是我們KT的話就有附了 不需要再拆原廠的來沿用 那後彈簧的部分 它的上橡皮的話也不用需要沿用 但是後彈簧的下橡皮是需要沿用原廠的 那我們的HiloKey它的內徑 因為設計的關係 是需要把這個後面的 饅頭是需要拆開的 它裡面有一顆12號的螺絲 是需要拆開 它才有辦法把這個饅頭把它拆卸下來 這個的話呢不需要使用 因為KT在桶芯上面 就已經有設計一個緩衝的饅頭 所以原廠的饅頭呢是不需要使用的 這個輪胎跟鋁圈呢 是已經有升級的215-4517的規格 預計今天降下來的車高大概是兩指半左右 兩指半 這台車最高可以到達大概三指幅到三指半左右 今天沒有要降很低 降低大概剩下兩指半 我們先來看一下前面安裝好的部分 這台車也有改了一些 譬如說魚眼大燈、日行燈 還有這個算是截居的吧 截居的大包 那前面的上座在這裡 這裡有一個KT的LOGO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可以調整阻尼的地方 那這台車在拆裝避震器的時候 需要把雨刷還有試蓋把它拆除掉 才有辦法拆得到避震器的這三顆螺絲 那這個試蓋基本上是還蠻好拆裝的 唯一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MD的話有的車有反應 它的玻璃很容易脆裂 所以其實跟拆裝避震器跟改裝避震器 是沒有相關性的 但是其中有一批的玻璃材質 算是比較硬所以變得比較脆 所以施工的時候 當然就本來就要特別注意 那這個上座 KT所附的上座 這裡面有一個軸層 這個軸層是使用日本KOYO的軸層 它的品質相當的好 那從這裡呢 上座中間點這個KT的標籤這裡 可以調整阻尼 往順時針呢 它就變移往逆時針 就是變軟 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做調整 這魚眼大燈很漂亮 那前面的部分 它的彈簧公斤數 我們配置的是200長 7公斤 一些的油管固定架 ABS感應線 這個台灣的廠家呢 都進步很多 每一間幾乎都有 那KT的話 也都可以 也都有這些固定座 離載串的部分 直接沿用原廠的規格就可以了 不需要再多花錢 改短離載串 那上面的 前面的車高調整呢 是靠 筒身這個托盤呢 我們把它懸鬆 逆時針懸鬆之後 如果把筒身調長 它的車高就會變高 如果調短的話呢 它的車高就會變低 所以它能調整車高的範圍呢 相當的寬 那裡面用料的部分呢 像是主女友 KT一次使用的都是 義大利IP的主女友 油縫的話使用的是 跟日本的TEAM 同樣的等級的 日本NOK的油縫 那前面的話 它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所以當車高設定好時候呢 這個齒輪狀的頭盤 一定要敲得特別特別緊 所以 這個是前面麥花城 安裝的時候 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那如果施工完畢之後呢 安裝好之後 這個試蓋呢 才會再把它蓋回去 還有包含雨刷被的話 也會裝回去 我們來看一下大包 這個大包也還蠻殺氣騰騰 後面的話 KT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這一台的設定 很多的車友都已經改過避震器了 那來KT試乘之後 就會選擇KT的原因 是因為這一台的 第一個 MD的話 它本來的行程呢 就很短 那改裝之後 我們的行程還是有維持 大概到119mm左右 所以行程比較長 那當然舒適度就跑出來了 第二個是它的後面的彈簧 我們配置的是4公斤而已 這台車其實 比較早期的話 KT也有做過5公斤 可是5公斤對於MD來說 是有點硬 所以我們把它的長度拉長 公斤數降低之後 它的舒適度呢 表現得相當的不錯 那在後面避震器的上方 這個角度可能看不太到 因為今天沒有洗 這個地方呢 可以調整阻尼 從避震器的上方呢 可以調整到阻尼 那後面特別安裝的技巧呢 就是筒身不能調得太短 筒身縮得太短的話 它的彈簧就會預載過多 就會不好做 然後筒身也有可能會有異音 壽命也有可能會因此而縮短 所以後面的彈簧跟避震器 如果分開的話呢 安裝特別特別的調校技巧 就是筒身呢 千萬不能縮得太短 那這台車我們也都有做加納碟 或者是多核塞卡鉗的系統 現在已經裝好 這個還有一個四出的排氣管 現在已經差不多快安裝完成 因為這台車跟日系車的拆裝方法都還蠻相近 速度都很快 這個大寶很漂亮 上面還有尾翼 這邊還有一個尾翼 這邊還有一個尾翼 那最新款的Elantra的AD 我們KT的話也都已經有做 AD的話它還分成後面的懸吊系統 還有分成兩款 一款是多連桿的 一種是拖一臂的型態 KT的話都有 渦輪版的話就是多連桿的 非渦輪的話就是拖一臂的 它的後面配置是不一樣的 如果有開AD的話呢 也可以參考看看KT的避震器 那這款是前一代 所以它的代號是MD 現在前面的上座已經裝好了 所以在準備要把它復原 以上是今天 Elantra MD的安裝 錄影分享 那如果有需要試乘的車主 或者是對產品有任何疑問的話呢 都很歡迎到Facebook裡面 請大家打上KT Racing 就可以搜尋到KT的粉絲團 那可以在粉絲團裡面呢 實訊KT的小編 今天安裝分享就到這裡 謝謝 掰掰